接下来讲的这个生命性要叫恒定 另外一个生命性要叫适应 我们就一起讲 何为恒定呢 是指生理现象维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这时候这个生物体的生理机能才会正常运作 例如说我们的酵素 必须要在一个适当的温度中 过高温度或过低温度都不恰当 所以全世界的生物都要让体温维持在某个合理范围 温度过低化学反应变慢 你的生理机能不能维持 温度过高由蛋白质所组成的酵素 会变性也没有功能的 那你就会没有办法执行一些催化反应 你就会死亡 所以都会在某个温度范围 以人为例 我们说我们的体温是37度左右 不是说是恒温哦 你的温度会上下起伏的哦 睡觉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体温最低 到了下午你体温最高 人的体温还是会上下波动 只是波动的很小 有一些生物的体温波动 可以从负几度到四十几度 那个负几度它身体 甚至有一些地方结冰了 可是它有些地方还是没结冰 这以后跟大家补充这样的案例 可是有些生物可以到四十几度 甚至上 甚至九十几度八十几度 有些细菌 它也不会死 但如果过头了 依然会挂掉 所以有个范围 一个合理范围 这是指 温度 内容的例子呢 是你体液的浓度 我们学一会体液 它必须有盐分在里面 就是氯化钠 浓度过高 太咸 浓度过低又太淡 会影响你的渗透压 或是甚至影响别的物质 像我们之前讲的氯化钠 它们是带电的 钠带正电 绿带负电 也会影响你体液中的 电荷的分布 所以它如果太浓或太淡 都会影响生理机能的 那怎么办 如果你的水分太多 肾上会排出过多的水 如果是盐分过多 肾上会排出过多的盐 如果你肾上的血液太浓 会引发你口渴的感觉 你想要喝水 口干舌燥 好想喝水 就把血液冲淡 反正这些机制都为了让你 不论是体温 或是你体液的浓度 维持在某个正常范围内 这样子的现象叫做恒定 那恒定我们在之后的章节 会跟大家讲多一点 由于在第三章动物那边 好以上是恒定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现象 叫做适应 它指的是 生物在演化过程当中 环境会进行添责 那到了九二九之后 你还能在这个环境 存活下来的物种 就代表你的性状 适合在这边生活 因为不适合的个体 都被淘汰 那久而久之 这种生物的身体结构 或是生理机能 都适合在这个环境 我们称这样的过程 称为适应 适应是演化天泽的结果 那我们举两例 第一例是现成长的增状液 在上海的植物 为什么叶子不大片一点 形光有作用 而变成增状液呢 我们都知道是为了减少水分散失 它的面积要变小 可是它除了叶子变增状液 变小之外 你看它的筋 却变得胖胖的 如果你有在种仙人长 你就会发现 叶子变细了 但筋却变胖 因为它叶子变小 表面积太小了 那它怎么形光合作用 由筋来形光合作用 这个我们在下一张 第二张讲植物的时候 为各位介绍 植物的筋有什么样的特征跟功能 可以形光合作用 好那我们现在在这边呢 为各位解释一个蛮重要的概念 为什么仙人长得筋要长得胖胖的 好请各位把你的视野放在这个画面的右上角 我放个颜色 我现在找两种方 两个例子 一个是A 一个是B好了 好假设A呢 它是一个边长各为一公分的立方体 一公分边长 而B呢 是边长各为五公分的立方体 五公分 好我们现在分别计算两个指标 第一个我们来看它的表面积 面积 好请问一下A这个方 这个立方 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公分 讲错了 平方公分没错 因为我们之前讲的是 单位是公分 面积单位是Cm平方 A是不是6平方公分 因为每个面是1平方公分 哪有6个面 那么B这个方 这个立方体是不是 5525乘6多少 是不是150平方公分 好这是面积 接下来我们来看体积 体积 A这个方的体积是不是1乘1乘1 1立方公分 1立方公分 那B呢 是不是5乘5乘5 是不是125立方公分 好到目前为止 这些数学公式算完了 我们来做一下比较 我现在要做一个指标 我要去计算A跟B 单位体积分配到的表面积 我让体积当分母 面积当分子 单位体积分到的表面积 你看A是不是等于6 然后B是不是等于大概1.2 各位有发现一个现象 明明B的面积最大 比较大 可它单位体积分到的表面积 却比较小 有发现 因为你面积增加了 体积增加更快 面积是平方倍增加 体积是三方增加 所以当我们来比较 A的比较小 A这个声音 A这个个体比较小 A这个方格比较小 B这个方格比较大 方格一大 单位体积分到的表面积 反而变小 如果你的体积是比较小的 你单位体积分到的表面积 却比较大 我现在用方格做比较 如果现在这个方格是生物体 你就会发现 一个生物越小 它单位体积分到的表面积 就越大 例如你和刚出生的小baby 小baby体积小 所以它单位体积分到的表面积大 代表什么呢 它容易脱水 它容易失温 因为水跟温度会一直散失掉 如果你今天长得好大好胖 你的水分跟热量很难散失掉 好 那么回来看仙人长 为什么它的筋 它的筋要长得胖胖的 为了让 这边的效应出现 单位体积分到的表面积 越小越好 那怎么办 最好变大 越大 我的单位体积分到的表面积就越小 会减少水分三四 好 用这个来解释 为什么仙人长在演化上面 因为瘦瘦小的仙人长 都被淘汰了 干死了 脱水而死 那这来解释另外一件事 各位同学们 你们都是女生吧 哦 那不敢承认再说 你们有时候会心情不好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是不是会抱完我或不我 那请你回答我 你抱的不我是什么 不我 是不是大 我再念一下是不是就这些 有人抱的是熊熊 熊熊可能不分中熊吗 北极熊吗 海豹 海狮 海狗 海豚 金鱼 那隔一半有人说抱桥腐 也有 到现在还在抱 跟我小孩一样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去 不舒服 抱一条 细细长长的舌部 会吗 你一定把它卷起来 变一坨舌大便抱的吧 对不对 为什么你抱的不我 都是那些动物呢 因为这些动物都生活在南北极 或是纬度高的 你看 北极熊 金鱼 还是海豹海狗 它们在南北极很忍 为了减少体热膳食 它们是不是很大肢 很胖 而且身体几乎是圆形的 我现在讲是几乎 为什么要几乎讲圆形呢 因为如果你把同样体积的水 丢在没有重力的环境当中 就是外太空 你会发现那个水会变成圆球状 球体 为什么呢 球体是同样体积的状况之下 表面积最小的状态 再讲一次 球体是同样的体积状态之下 表面积最小的状态 因为水有表面张力 还有内聚力 所以外太空 它会一直聚聚聚 把表面积输得最小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只 不想要体热或水分散失的动物 你一定要走向又大又圆 对不对 单位体积分到表面积就小 所以你看那个海狮海拔 我刚讲的动物 都尽量走向又大又圆 可是它不能真的变圆 它怎么走路 它伸出手脚 它尽量变圆 可是反过你看热带云的生物 像长臂圆 又瘦又细 它要增加表面积 然后射体会比较小 就这样演化 所以如果你是个胖子 你就说我胖子 可是我知道圆又大 在很冷的时候 我会减少我的表面积体热的膳食 我有我的竞争力 所以这可以解释 为什么要这样的形态 所有动物植物的形态 一定跟功能有关 也跟它适应 能不能活爱有关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举个例子是鸟 鸟为了要飞 它的骨骼开始中空了 甚至失去了很多的骨髓 它就要让自己体重减轻 所以大部分的鸟 走向这个演化的适应 因为骨骼很重的鸟 在演化过程当中 都被其他的略略地吃掉 你不会飞 咬住你就吃掉 所以不叫不会飞的鸟 一定要有别的办法活下来 比如说像鸵鸟 你咬我 我比你大只 大鸵鸟 那那种小小的鸟 又不会飞的 都没了 有些是很早期就要消失掉 有些是被人类抓光了 也没了 所以现在鸟为了适应 你骨骼不中空 飞不动的 就被抓光 吃光死掉了 那这边是讲骨骼中空 事实上鸟会飞 不是那么单纯 你有机会去抓一整只鸟 鸟好大只 你剖开一看 肉没多少 它明天有多气囊 所以它除了骨骼中空之外 它还增加自己的体积 用空气增加 所以变成 一只鸟好大 可是很轻 密度很低 还有多气囊 那干嘛变那么 体积那么大 体积大 可以增加福利 鸟鸟是学过物理的 我的身体大 可以排出更多的空气 增加更多的福利 我的翅膀的形状 让我白努力定理等等 让我可以飞 所以鸟类学过物理 那我这边就补充到这里 这是适应跟恒定 内容是这样